律师好像可以不只是诉讼上面帮忙 帮吵架 帮谈判 帮感情挽回吧 其实律师大概可以用业务的范围 你可以去切成两大领域 见名登记的案子 方式登记在被告之边 然后是被告的律师 这个主张见名登记的原告 他就没有找律师来 就讲了很多成枪烂调的事情 然后感情因素 法官根本不想听 我们就说 诶 否认 举证是原告要举证的 我要怎么证明 见名登记 哈喽 请进 请进 这边请 请 哈喽 我们今天欢迎周一彬律师 嗨 大家好 小时候长辈都说 我们一定要认识三种人做好朋友 医师 律师 会计师 医师的朋友我很多 但是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 律师的朋友其实不多 但日常生活中 我们需要用到法律常识 以及需要律师的常律 其实比想象中还要多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 我们最信任的律师好朋友 周一彬律师 来担任我们的日常法律顾问 周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现在讲呢 可能是案子是诉讼 但我知道律师好像可以 不只是诉讼上面帮忙 可以帮吵架 然后帮谈判 可以帮感情挽回吧 我们可以处理很多的 当事人的纠纷 但是当然律师不是万能的 其实律师大概可以用业务的范围 你可以去切成两大领域 一块叫做诉讼 那诉讼顾名实义就是 你会上法院的 会到地检署去的 那这一类的话我们就是 称之为诉讼的业务 那它有一块是 跟诉讼无关是非诵 我们叫非诵业务 那非诵业务的话基本上 它的主战场不是在法院 像大家听过什么 企业的法律顾问啊 然后审约啊 然后或者是谈判协商 它都是属于非诵的部分 我届上次好像还聊到说 有人在看燕屋啊 买房子的时候 也是律师可以出席的场域 到底可以用在哪里啊 厌恶这个事情非常有趣 它也是属于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非诵的这一块 像有些律师啊 比如说因为我自己有 有去念了一个 营建管理的硕士 然后有去学一些 不动产的东西这样子 那我蛮喜欢就是 陪当事人就说 你今天买房子 不管你要买中古屋 还是买预售屋 那很多人都买了 才发现说 跟我当初想的不一样 我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 你去买房子 请问一下 你会知道楼高是怎么算吗 很多人觉得说 3米4或3米6 大家其实是要从楼地板的中心去算的 所以我们有所谓 静高跟楼高 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 静高的话就是 你在那个空间里面 就是不算入这个楼地板的 那个厚度之后 实际上面的高度 叫静高 然后这个东西 也许有些人都知道 你即便广告说3米4 你可能室内实际不到3米4 一般的建筑基础规范 楼地板它可能15公分 所以你可能变成说 上下各扣7.5公分的话 你的3米4要减掉15 就变成325公分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你去看房子的时候 大家会去看凉的位置 你会看到黑黑的点点 在平面图 两个黑黑的点点 很多人都知道说 把它相连起来 那它可能就是凉的位置 那为什么你要避凉 因为风水的问题 还有一个东西 它影响静高 可是这事情很多人他不知道 我曾经遇过一个来说 想要解约的客户 他就说 原本室内它也是3米多这样 结果实际进去 他发现有一个大梁 横灌过去之后 大梁下面的静高 只有2米3左右而已 那跟他想的落差很大 那他就觉得他被建长骗了 那我如果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像我去看那个预售屋 我就叫他直接调图给我看 那他们觉得说 今天这个是谁 是不是建筑师 我说没有 那你就给我看就对 那我就会带着客户去看 他的比如说每一层楼量的深度 那就可以换算量下面的静高是多少 那像这件事情的话 可能你要找一些有经验的人 也许律师还不见得会知道这个部分 那这一块就是我陪你去看房子 那可以顺便教你 那另外像中古屋的部分 很多人就是怕遇到漏水啊 这种状况 实际上可能你敲掉装潢之后 你才发现说因为那里没有漏水的情形 那比如说我们陪同的话 可能就可以告诉你说哪些点 你可能要去确认一下 比如说好了 他有做木座 那你可能就要把那个管道间 你可能要把那个维修孔打开 实际人上去看一下 看看他的木座背后 有没有一些漏水的情形 那这些东西大概我们现场就会提醒 那所以这块我觉得很有趣 它结合了法律跟法律以外的生活事实 但是我们可以在一次的陪同里面 让当事人你这个一个小时的费用 但是你可以免售后面 你买了几千万的房子 然后解约 他随便没收约约金 是都几百万起跳的 你讲到这个 我记得之前你有跟我提过一个 就是你当事人反悔了 不想买这个房子 然后您去帮忙谈判的例子 这个案子是这样 他就是买了这个房子之后 他觉得当初仲介可能有些 他在意的点没有待看到 所以他买了之后呢 他觉得他有点被骗 所以他就不想要执行后面的交易 可是他已经付了定金 定金也是先押了 好像三四百万在里面这样 他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粗评估一下说 你这个任意解约的话 你可能会被全而没收 你说我出面帮你去谈 那我们就是进入到协商的部分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那天是周末 我还要安抚夫人的情绪 然后我就从早上十点 做到晚上八点 然后就是直接请中介 我们就约在中介那边 然后买卖收到都到 然后因为我帮买房 那我们就抓了一些 可能我看到的一些小小的问题 然后去跟卖方做交涉 那后来那个案子 他原本定金三四百 他是可以都没收 然后我们最后让这个卖方 他最后只有没收一点点的金额 那其实你如果从这个案子去看啊 我花十个小时的费用 但是其实他拿回来是多了快两百万回来 所以其实这么说起来 这我刚刚有在偷偷笑心想说 哇十个小时算起来不就八九万块 可是算一算好像自己谈不下来 有人能帮谈 可以就是减少这么多损失 感觉上还是让专业的来好像比较好 对对对 那压力要顶得住 那你有没有碰过 一定有碰过 就有一些场合 其实本来请律师出席 就是会比较好 可是没有请最后烂尾 其实这种东西是蛮常见的 我举几个例子 一个就是很常见的车祸案件 我们常遇到车祸案件当事人来咨询 比如说我今天是开车的人 然后对方被插撞到的是骑机车的 那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可能这个开车人会觉得 他骑机车冲出啊 被我撞到 那结果他受伤 我没受伤嘛 那对方要这个 比如说十万块 这个他觉得事实大开口 他说医药费赔一赔 可能几千块顶多一两万就可以处理 而且他冲出来 那为什么我要付这个钱 那我们就跟他讲说 行事其实没有在管 这个过失比例 你如果今天 未注意车前状况的话 你就有过失 那行事就会被洗漱 那一颗罚金算下来 可能一天一千块换算的话 假使依照这个伤势 我们就会帮他们看 这个伤势 可能换算下来 大概会判几个月的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那一天一千块去折算之后 我就跟他讲说 像这个东西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骨折好了 骨折的话 在司法实务上面 也许就会判到 三个月有期徒刑 那三个月有期徒刑 你换算一颗罚金 就是九万块 那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他开这个金额 你如果是可以稍微砍一点 那和解的话 你就不用再花时间去跑法院 去被检察官骂 那或者是到民事法院去 就是一直花时间 那你终究得付这九万块了 那你要不要换个角度去想一下 那可能听不下去就觉得 我没有错 对我没有错 都是他冲出来 那可能那次之后他离开 那后面他就在回来说 当初应该在听律师的建议 因为变成说他到法院去 他地前署那边 他可能他觉得他没有问题 他就被起诉了 起诉之后本来对方跟他谈 比如说九万块 那结果最后就起诉之后 那我要十五万 就是金额就越来越高 那你还多跑了几次法院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 借名登记的案子 很多老一辈的人 他们用借名登记 借名登记什么意思 我买了房子 然后可能借名登记在你旁下 对对对 这很多种原因 到了后来发生纠纷的时候 那这时候就变成说 我想要把房子拿回来 那结果接着你就说 房子是我的 对 在你的名字下面 对对 那我就提告 那曾经就遇过这种状况是 我今天是在被告的律师 那就是房子登记在被告这边 然后是被告的律师 这个主张借名登记的原告 他就没有找律师来 然后来的时候 开始就是讲了过去的恩怨情仇 然后去扯这个 家里以前的事情 或者是过去我们的感情多好多好 我才买了这个房子 然后登记在名下 那就是希望你跟我在一起 都类似像这种各种原因 那现在我们没有这个需求 所以你要还来 就讲了这个很多 城墙烂掉的事情 然后感情因素 但是这种东西其实 法官根本不想听 他只要说 你告诉我 那你请求的依据是什么 为什么你说这个世界的名登记 你讲的那是你们的故事 你们两个恩怨情仇 法官没有办法作为判断的依据 那就很可惜 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说否认 不好意思 因为举证是原告要举证的 对大概是这样 那像刚刚那个例子其实 如果今天原告有请律师的话 他也许就会知道 我要怎么证明见名登记 第一个看金流 当初谁出钱的 是不是从我账户出的 然后再来看水电费 这个房子的一些什么 第四台相关的费用 到底是谁缴的 我现在说是借名在你名下 所有房子的费用都是我在讲 然后出租啊 这个房子如果出租 或者是有做其他的用途 那都是我在决定 那你看起来就是一个人头 那这样的话法官可能就会相信了 大概是这样 但是他没有找 就变成他不知道 怎么去主张这个事情 对就蛮可惜的 大家其实有的时候 是真的很需要律师 可是大家都没有对律师 背有一个概念 他是有一个标准的吗 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概念 没有因为其实刚提到三师 其实专计人员他都有一个特色就是 我没办法同时处理好几个案子 我没办法做隐分申诉 然后好几个我 然后来做不同案件 所以律师的单价 我们讲那种每个小时多少钱 这件事情 他其实就会比较高 这是必然的情况 那在这情况底下大家会想说 那我去外面找律师 那到底那律师费怎么叫合理 对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用时间成本来去做一个换算 怎么说勒 大概很简单的一个公式 就是费率乘以时数 我以诉讼来讲好了 可能一个稍微一点点复杂的案件 他可能需要开四次停 假设在台北开停的话 那开四次停 也许一个停大概加交通时间可能三四个小时 我们如果说算四个小时 这个案子要开四次停 他可能就要花16个小时 然后再来是书状的部分 那一个书状呢 你可能包含要跟当事人开会啊 然后你要研究 然后你要整理资料 哈喷当当在写之前 可能就要花个三四个小时 那再加上实际写一个完整的书状 通常第一次写 因为你要把试纸去架构好 然后再把一些研究的内容 跟当事人开会整理的资料 把它放进去 那也许写的部分也许就要六七个小时 那如果以这样子 这个大概十个小时左右 就研究加完整的一份书状 跟刚刚的开庭 然后再加上对方写的东西 你总要回应嘛 所以对方来的书状 你可能要研究 然后呢也要做一些打辩 那这个加加也许算一算 可能就三十几个小时 那费率这个事情就是 当然就看年资啊 最直接的就是年资 那也许比如说 像十五年的年资好了 那比如说一个小时 也许有可能八千块 那乘以三十几个小时的话 那这样一个案子 大概如果以纯粹的这个时间 乘以费率大概就是二十几万 那当然你可能会想说 One One的不是这个价格 这是因为 有点是套餐跟单点的概念 然后如果你今天整个案子 委托的话 那律师抓估算的这个基础以下 他可能就会做一些折扣 所以也许像刚刚讲 有点复杂的案件 也许他的费用 大概就落在十几万到二十万中间 那当然有一些简单的案子 他也许比如说 开两次停就结束 那书状也许一两份 那这样子算下来 可能十几个小时 就可以解决这个案子的话 那也许大概就是十万到十四万 费率这件事情啊 可能刚出道的律师 也许五千六千一个小时 那十几年年支 像我十五年的年支的话 我可能大概就会开到八千以上 那当然事务所可能更有规模 也许到一万两万都有 台北人事费用跟办公室租金比较高 那也许他的律师报价 就会比台北以外的地区再来的高一些 这个都可以做一些参考 那我刚刚想问 刚刚有提到台北 因为各方面的经费比较高 那我可不可以就 意识到中部去找中南部 我觉得就是比较 能够符合我预算的律师呢 假设是案子在台北 那你找中南部的律师上来 那他当然会估算他的时间成本 像通车的时间 他一定有些考量进来 那费用也是 总total来讲也不会到非常低 那所以比较好的方式 当然如果以经济的考量 就是你在当地找当地的律师 那当然还会有涉及到是说 你自己委托人在哪里 像什么遗产的案子啊 然后这种不动产的纠纷 他有可能就会变成说 我住在台北 但是这个案子在台北以外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讲了很多像是事实的故事 其实在律师的眼中 其实可以条列出真的有用的资讯 然后在我们谈判的场域里面 是确实有那个力量的 我觉得一个好的律师 真的可以成为人生之中 很重要的黄金铠甲 然后不管在你那个人生路上 少走几条冤枉路啊 或者少走几年的这个悲伤的旅途啊 大概都是因为有律师保护我们 所以今天非常荣幸周律师 能够来做大家的黄金铠甲 不敢当不敢当 是是是是 明依掏心话我们下次见